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酸 昨天在商店有出了一個英雄1000鑽的禮包 那我就把它買下來 拿到了威猛礦工這張英雄卡 我跟大家算是沒什麼緣分啦 從這個祭出到現在都已經祭尾 剩下最後一兩天的時間 這個賽季要結束了 才終於拿到這張威猛礦工 那今天玩的這個卡組 是目前在天梯中已經算是成型一個主流的卡組 好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卡組來玩看看 那他這邊是帶佳龍炮 因為我其實也蠻少玩佳龍炮的 所以我們先把他升滿再說 剛好這個手上的金幣還算足夠 然後用了一張這個我覺得我 應該未來也不太會用的一張卡牌 佳龍炮 因為我沒有在玩樹珠嘛 所以這張卡牌其實還蠻陌生的 好 那其他的話就還可以 所以其他 基本上就把他當成這個 飛桶 騎士桶的概念在玩 只是他更豎轉了一點 渡一下 好 我們也投他 可以啊 而且 uzzy條 這樣不掉 誒憂 回gens例衣桶 假人掉 滾走 滾走 還行 這波傷害是沒有造成 這套卡組其實還蠻微妙的 因為整個對空 幾乎就是靠公主一個人啦 都 好 我們用 出 我轉速還蠻高的 所以 這個前提下呢 轉翻轉翻 轉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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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,是一層呢 呃,不上 贏到了 火箭 來吧 我們去 一杯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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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這個速轉的優勢帶出來了 連桶子都轉得很速 可是對方的這個滾木呢 不一定好跟上 好 出示這個卡鼠呢 好像蠻有趣的 蠻有意思的 劍魚 公主 劍魚 要把他吃掉 還不錯 劍魚下來慢囉 我有軍台 可以 被滾木 有誒 有黏到 有 可以喔 好 閃電精靈 再偷一下 追追追追追 沒有 你 Cannot 找到了 可以 這套比想像中的還要更靈活一點 而且威猛礦工在一開始的雷聲大有點小之後呢 做一點小小的buff 就是他不會被這個法術擊退 然後炸彈出來的速度也更快 整個的優勢就有比較被顯現出來一些 吼! 威猾 呕! 咦! 咦! 嘩! 沒事沒下好 天吶 這個 電影器還是卡在一個奇怪的地方 沒事 高屋抗性有點麻煩 帶個滾木 少到一些血量 還行 還行 一大隻 雞 就算了 雞 正,雞 雞 雞 這個蝙蝠 這隻蝙蝠 394 我們要看一下誰比較快 喔 有戳到 我的媽沒有 很可惜喔 來 我們轉速高的時刻 誒 這個 發現這個飛行器是天敵啊 無解 超高速飛桶 誒 好像還不錯 結果 表現得比想像中還要好一點 而且你可以明顯感受到對方 他 在一輪滾木跟閃電精靈下去 他那個 轉速是更不上的 來 阿咪 m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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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打 Burv allergies 他被丟回來了 這個炮車還不是很熟 但我知道這個應該不是加王炮車最理想的位置 這個炮車還不夠 我見 甜的一定要 撐起來 好 放了炸空 射一箭 三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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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愛 好 全台喔 這個全炸到 完了 我以為 不太妙 唉唷 又要被 走 公主越來越多 好可以 我們這個 最後終於帶進斬殺線了 即使是這張樹做組合 這套相比來說還是夠樹的 真的是 極速的速轉飛桶 這套用起來爬天梯的感覺還不錯 可惜阿 我只能說這個衛蒙礦工有點相見恨晚 因為太晚才拿到這張卡 下一個賽季等級又不夠 所以只能在這個最後的天地的時間 做一點小小的測試 然後來介紹一下這個卡組 給大家使用看看 這個衛蒙礦工跟哥布林飛桶 蠻速轉的 歡迎大家來使用看看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我是阿松明師見啦 拜拜